大家好, 来到星期二, 介绍三场球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你说对心水就可以跟进 我会选星期二第八场一场杯赛, 即是意大利杯赛 其实这些杯赛, 菜果有时候也难料 但我今场也有点心水, 提供的彩时 大家可以看到主队有没有开样球 因为这些杯赛很难说, 特成什么赛, 大家都比较难预料 没有开样球也不代表什么 只不过今场球, 在几个彩时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进级的主队也挺热的, 1.38 作客的就2.8 这些就不会玩, 只不过参考一下, 看法 主要和来说, 这些盘口就等于半一, 比较高水利 或者是半球低水 我不是打算玩这些, 今场球我会介绍一个, 入球大小 我会选小的, 1.77 倍 为什么选小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好像这些杯赛 其实有时候, 我也参考过几次的意大利杯赛 有时候来说, 比分很大, 有时候也很小 我觉得, 先说, 我选小的就是, 因为上次 好像作客的这队斯帕尔, 上次作客 在上一回合来说, 他也是 对着那些都是意义球队 其实都是半场和球 然后踢成一个, 叫做1-0 赢了, 进了这个圈 而事实上, 去这队波来说, 近几场都大手交易 输给拉数, 开到大纪录, 甚至乎 祖云达斯输两个, 是吧? 你对着安波里主场, 大手交易 这些稍后再说, 但是我倾向是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 看回, 去今场的对手, 森多利亚 其实也是的, 上一回合来说, 在杯赛来说 对着一些低组别的球队 半场也是踢成一个0-0 然后, 你说, 好像近这几场来说 都大手交易 两队波近这几场都大手交易 但是, 开出来的球队大小的赔率, 不对路 会比较高水利 我有点信 这些球队, 大家两队波, 其实在意甲来说 都算是, 不算太差 不会有什么好降班压力 可能大家都想进一级 通常, 这些二杯, 打到第四圈之后 再进16强 开始, 其实很少出现二月球队 多数都见到甲组球队 本身也有些种子 森多利亚, 其实很多次都去到16强 就算入到16强之后, 都行人止步 而这样, 这队屎柏尔 这队屎柏尔一京都算是, 以甲来说 我觉得也算是, 似乎站得稳 入球不会多 会不会打到加少 不知的 但我个人觉得这场球开小的机会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这场球我都决定选择一个入球大小的 2.5球小球